来关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对面的黎原停车场 占地超过有三千六百平方公尺 前身是活动中心 原本规划是要来盖社宅 不过因为怕外界观感不佳因此喊咖 而经过了殡葬处评估之后 初步规划要来改建变成是礼仪大楼 结果再度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弹 我跟你们站在同一条阵线 坚决反对盖礼仪大楼 挺身出来坚决反对台北黎原理长舒伟斌 亲自带我们来黎原停车场看看 因为大安区厄宾周边这一块占地 三千六百五四平方公尺的用地 原本打算规划做社会住宅 没想到却突然喊咖 计划改变成礼仪大楼 让10号的居民首场说明会气氛相当火爆 这个案子就到今天我们的决议就是不再进行 我会请兵葬处也要再进行 用地规划突然大转弯 让说明会的小小空间 挤满两到三百位居民 会这么生气是因为黎原停车场 这块地过去是活动中心 但拆除后成为停车场 后续独发局规划要盖社会住宅 又因为有议员担心 孔城海景第一排让人不敢入住 在殡葬处先行评估后 初步改建成礼仪大楼 美意是要让业者集中起来 让旁边这条街减少汇馆邻里 因为现在交通已经很乱了 如果你在盖艺者大楼下去 可能交通会更加混乱 而且很多人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房价 我想这种事情对学生的心理 影响应该蛮大的 因为你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 当地居民佣心附近殡葬业已经够多了 就怕会影响生活品质和房价 摊开附近商圈的预售屋行情 公管120万 科技大楼117万 师大商圈126万 沃隆地区因为殡葬产业多 抗性大 房价相对较低 但礼仪大楼一概 是否再次冲击价格 房中认为影响有限 从区域的房价来看 中古屋大概是6到7字头 预售屋是破百万元 整体的卧龙商圈 大概均价是115万元 对比邻近的其他那些不寿公墓 还是说二宾影响的区域的房价 本来就相对的低价 殡葬处表示 目前仍在进行可行性评估 结果如何预计12月出炉 但如何消除居民疑虑 听取各界意见 实现共赢局面 恐怕还得持续沟通 记者傅一文 陈云志台北 先不报道